怪手机具进驻大巨蛋区域 原来在8月7号 停工多时的大巨蛋早已悄悄复工 但让明代痛心的是 北市府在停工前 口口声声强调的公安 到底到哪里去了 民众有没有办法在观众席 逃生到一楼的避难城 仰赖的就是这一个小时的 防火区化的安全体 但这五个地方的下城市广场 它就是不符合97条的规定 议员发现争议所在的建筑技术规则 第97条跟第127条规定 大巨蛋都没有依法改善 也没有办理变更设计 但北市府却在今年7月17号 核发大巨蛋建造 另外大巨蛋案的两名建筑师 在7月30号被最高行政法院 宣判停权两年 但同日远雄跟北市府 送出复工的申请书上 却依然列明 质疑北市府复航远雄 一个执法机关 明明知道这个人已经没有资格了 却还是人受理他的申请书 然后闭着眼睛说 他其实是7月31号 才失去他的建筑师资格 台北停权 这样子的说法台北市民能够接受吗 面对质疑台北市长柯文哲态度淡定 但针对市府违法发照 议员表示已经准备好 将提起行政夙愿 也会到北柬控告科市长 跟前北市府秘書长张哲阳 突立罪嫌提出刑事告发 记者顾蔡永 台北市采访报道